沒有 我剛開始 不是 因為我剛開始 妳剛開始 聽我講 我剛開始跟她拍的時候 那是我們兩個都算是 剛開始嘛 然後我是真的在戲裡面 在那個裡面就是被劇足 就是其實蠻欺負也蠻嚴重的 然後那時候常常就是哭 對 所以那時候我其實真的無心什麼 可是我跟她是 就在那個時候有點 加上譬如說什麼 就是有變得比較 真的比較好 然後後來還有陳志強 她其實看起來好像很斯文很體貼 其實她不是 因為她就是射手座啊 她所有我爸有的缺點她都有 蛤 妳是說摳腳嗎 小鳳 不是 不是這種缺點 就是 好像那會瞬間直接爆料 就是像她 就是現在看起來非常 什麼啊 妳看得我們就很看得我們 她其實看起來非常斯文 然後一些非常地有禮貌 然後對女生都 她其實非常非常悶騷 她是非常悶騷 譬如說我們剛開始要拍吻戲嘛 對 然後是 就是我要搶吻她 因為她喜歡我 我不喜歡她 可是我是有點壞 我要搶吻她 然後後來我們NG了幾次之後 導演就說 代表妳過來 然後代表說怎麼了嗎 我想說奇怪 就是不是說好 就一次過就好了嗎 對 結果鏡頭就看到我 不是這樣 我們兩個對這樣子啊 然後我就這樣 我要這樣 這樣吻她對不對 然後就看到她這樣 她 她自己先 她接招啊 她應該是要很錯誤的 被妳搶了 她就這樣 這樣 這樣 三次 三四次都接妳 所以妳說這 她就是在愛妳啊 對 對 她不是只有對我 她不是在意識 其實越講越明白了 怎麼越明白 我是超氣的 好不好 你們兩個第一次對戲的時候 她那時候還沒有結婚對不對 還沒啊 只是有女朋友 對 到第幾部戲的時候她才結婚 到第三 第四了 所以她前面應該是一直示愛 妳都感受不到 沒有啊 因為我們還有阿強啊 陳志強也跟我一起來過啊 我知道啊 對啊 所以跟阿強很有關係 不是 我們三個都一起出去 就很像哥們 他們對我就真的很像 可是妳不覺得 妳跟小鮮肉 爛小鮮肉在一起 對 阿強沒有那麼生氣 可是她反而卻也很生氣 阿強也其實也有生氣 阿強都是事後才生氣 可是她氣到不願意去婚禮 妳不覺得太過分了嗎 因為 對 因為那個 因為我的態度也有點差了 對 那一部分 就是 因為她又不只講 然後就是在那邊耍扁扭這樣子 那我想說 對我談戀愛怎麼了嗎 就是妳知道方向 她就不爽談戀愛啊 不是 我是不想講別人壞話 但是因為後來就是 真的那個對象真的是 是劈腿嗎 渣男 可能更嚴重 打你嗎 不可能 你打我 我就打她啦 不是 我除了劈腿再 劈腿 怎麼可以嚴重 很嚴重啊 借錢不還 不是 錢 小事 錢都是飛妳那個的 這是很誇張的 很誇張的 很誇張的那個 渣嗎 對 所以她就是劈腿了 劈很多的嘛 你想想看 除了劈腿之外 如果有什麼是絕對不能的 打人啊 已婚 已經有 對 已經有家庭 她已經有家庭了 然後她騙妳說她沒有 對 鮮肉 可是妳這樣怎麼會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這中間就是 就是我不是 不是 我不是呆到我不知道 我不是那種真的白癡到不知道 是真的 沒有她說妳是很 妳談戀愛的時候 完全會變成智商很低 不是不是 可是我周遭那時候 我的好朋友都有一起軍師 對 結果每個人都覺得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很多 羅生門 好難講喔 我後來真的被妳發現 她真的是 有家庭的 對啦 類似 類似 然後也有小孩 很懸耶 這個 很懸 然後還是圈內人 很懸喔 對啊 我的天啊 圈內會不知道有結婚小孩的 妳那個搜尋 對 都知道喔 妳有看到身分證嗎 就是她的配偶來 沒有啊 還是她的偽造證件啊 後來我聽說 身分證件是可以作假的 不然就是她舊的那一張 她沒丟嗎 對 她一做過 我做過 我沒結婚啦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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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穿過 她沒結婚啊 只是有小孩 對 講很方便啦 兩歲的一個兒子啊 小喬也知道 對啊 差不多 就是這樣 所以那一次傷你很深吧 其實不是傷 就是 嚇到吧 嚇到 傻眼 就是想說 原來電視距離的 真的都是 這麼誇張的事情 都會這樣 居然發生在你身上 對 但是她當下都沒有明講 還有她非常非常愛面子 就是有一次我跟她拍 是已經很後面 然後我們拍床戲 然後好險那個床戲就是我躺著 然後那個那一顆是拍 從這邊拍她的 她的上面 然後她喝醉酒這樣 然後我其實是這樣的 對 然後她也沒穿衣服 就是這樣 然後結果後來導演 突然拍 然後反正就這樣 因為我們那部戲導演非常熊 你知道嗎 她導演就說 快一點那樣 然後她就突然這些 很快 很快 一直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 我就整個她笑 妳是會變動作很快嗎 她就笑她一步 她這樣子嘛 她就突然出 快 她會這樣 就提起來就 妳跟妳說 跑一跑一跑 我就 這樣子 但是導演的意思 根本不是說 叫她動作 結果導演就突然這樣 然後說 跑過來說 Darren 我是說 妳前戲不要那麼多 妳快一點進入那個動作 妳那麼快 我怎麼拍啊 而且我們兩個 要露出 還有一點這樣交纏 然後她快到就是 腳都已經不知道怎麼樣 我就 那很丟臉耶 很丟臉 可是她很愛面子 她就說 怎麼樣 我腰不錯 沒看到妳的腰啊 就類似這種 好丟臉喔 對 反正就是 重點是多快 超快 超快 就是她很 她滿頭大汗 然後其實 她應該要喝最久 對不對 應該有點像 不小心跟我上耳房 但是她已經 把它造成一個競賽 對 而且很快 對 然後導演就說 不要這樣 我們不然播 播不了這樣子 不好看喔 好幹喔 對 我覺得那個很丟臉耶 對 滿丟臉的 還是我們可以請Darren哥 拿掉耳機示範一下 好 是不是很大聲了 對 這歌好好聽喔 你 原來你這麼丟臉耶 你說那個搖來搖去臉 搖來搖去 是不是 你很丟臉 你看她很丟臉 尬笑 尬笑 她不是尬笑 她任何遇到舒嬅的事情 人家說 我以為說我是對的嗎 好啦 那導演說快一點 那一次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那是 理解能力有問題 理解能力有問題 對 導演說 家俊快一點 人家動動快一點啦 對不對 我說快一點 好 我不曉得她是指的是那個 整個過程要快一點 我以為是 你做的那件事要快一點 然後我就 平東的瑞琪瑪丁的封號 超快的 你看什麼 這麼快 超快 對 你是那時候是趴著嗎 趴著嗎 對 她是趴著 好餓喔 然後導演從來沒有笑過 你知道嗎 我們拍整檔戲 她都在生氣的狀態 對 沒想到那一場 那一場戲她就爆笑了 我覺得讓導演這樣 哇 笑得好開心 像是小baby一樣這樣笑 你看 小baby 小baby 我說小baby 家俊不是這種快 是那個前戲還有中間 還有這個加速這個過程 我說對不起 導演 誤會了 對 所以當下你其實內心 你覺得很丟臉嗎 會啊 我覺得 大家都在笑你 就讓大家都知道 我的厲害的 瑞琪瑪丁 對 對 所以你們這組 OK了喔 OK了 好 要換你們了 我們紅包就給他們啦 對 我覺得我們還沒有剩斷 不講了嗎 沒有剩斷 因為你們就很無聊喔 沒有 我們沒有 他們那麼多 對 愛情故事 還是有看過對方 就是大家 跟他形象有落差的地方 他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是因為我想到我們 認識彼此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有一點 就是我們是拍戲在盆湖 然後大家在那邊困 困住大概一個多月 然後每天晚上閒閒沒事嘛 然後就會跟她開始喝酒 然後我就發現她也是喝那個 威士忌的女生 然後呢 後來就發現她的個性 完全不像電視上這麼陽光 也不像這麼圓融 她其實是 因為她是雙子座AB型 所以她那個情緒衝得超快 她可以一下子就是 沸騰的點 就是到頭頂 然後下一秒又對人家很好 結果我知道她有一些 就是討厭的人 可能在合作上 有一些討厭的人 可是她私底下就會講說 真的超討厭的 就是不想看到她 結果在節目上 遇到最重要的時候 還是可以很融融的 就是做一個非常好的前輩 所以那個人是 對 就是有一些情 情感的糾葛嗎 沒關係妳說 跟一些共同朋友 然後可能A跟B很好 然後B跟她很好 原本三個人好成一團 然後到之後她從中作梗 然後造成他們 她跟A不好這樣子 就是有點那種 恐怖異見 所以也是女性就對了 也是女性 就是心機重的女生 對 對 演員 算演員 對 但是也會上節目 因為妳說節目上還是會遇到 對 前陣子好像有遇到過 在我們嗎 在我們這嗎 真的假的 那一集妳有看嗎 那一集我沒看 我沒看 因為 那她錄完回去就可以說 對啊 一行我遇到那個人 她通常在看二回合 就會跟我跳 然後她一直 上節目還要裝沒事 上節目是裝沒事 然後聊得很開心 對 但是她最近 有越來越做自己的感覺 就是她最近有點 就是可能看到那個人 她就不會這麼 嗜好 不會那麼熱情 用手交換一下 OK 大家 糟糕 沒關係 我應該 好無聊吧 我應該沒有什麼好 妳好 她不過 妳應該了不起 妳先戴 妳先戴 好 妳先戴著 她應該就是我 妳到底討厭誰 討厭到這種程度 然後上節目還要跟她裝好人 我 最近嗎 還是 前一陣子 她說前一陣子 有跟大家一起上我們節目 上這個節目 不是吧 沒有你們節目我沒有碰過 沒有 真的 真的 妳真的有講嗎 她講什麼 真的有講 就是那個後悔你們友誼的人 那個女 那個女生呢 她講什麼 她講女生喔 對 反正就是 可是我們和她講得不清楚 妳要不要自己講 我也不知道她講了什麼 反正就是 對 我有碰到不喜歡的人 但是 因為以前我是遇到這種就是 譬如說 重傷我的女生 或者是她就是做了一些 不好的事情的女生 我會 我以前是會直接跟她們對峙 就是我會說出來 然後我會希望把事情講明白 但我不知道從幾年前開始 我就是安靜 然後什麼都不講 反正就是默默的 我就覺得反正就是 親者是親 而且真正會了解我的人 就會在我身邊 然後我不想去解釋一堆東西 所以我就也 就是直接會跟這女生 就是斷臉這樣子 那我就只是討厭她而已 可是因為我們還是在節目上 會碰到嘛 工作上還是會碰到 那碰到的時候 我其實可能會是比她問她說 妳覺得我到底要打招呼 還是不打招呼 她說妳是看到Roneone有她 妳就會說怎麼會有她 然後等到妳看到那個人 妳又會說 嗨 沒有...因為 對啦 因為 不是 我們講話講得明 不是 不是 我本來 我本來有試著就是 不跟她打招呼過 然後是無視她 可是我覺得 沒有人知道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別人會覺得說是我 在耍到的 對 然後我覺得 然後所以就是幾次之後 我覺得我現在就是 找到一個比較中庸的 就是讓我自己 沒有那麼不舒服 就是不要跟她深交 但就是 這還好吧 就是當家人說 當家人說妳好 這樣就好了 就是點頭 這樣子 因為通常都她說 嗨 好的 嗨 所以她不知道妳討厭她 她應該知道吧 那她也這樣 嗨 對 妳是不是要跟我們說 一心不為人之的一面 剛認識她之後就是 因為她很會喝 然後她有個壞習慣 是我一直很不喜歡的 那個時候 現在就還好 就是她會常常 我們那時候因為可能 拍戲的時候 會大家一起去唱歌 然後去聚會這樣子 然後唱歌的時候 每一次她都會 就是 比如說唱到整點了 然後我們要買單了 她就會說 再加一個小時 再加一個小時 還沒唱盡興 再唱一個小時 再唱一個小時 然後就一直爐 但她是清醒的爐 她就是有一點微醺 你可以看她眼睛 有點水汪汪這樣 但是沒有到醉這樣 妳就會覺得說 她好像真的想要再唱一個小時 然後就會 為了她講這些話之後 我們就會去加了一個小時 對 但只要加了那一個小時 我跟你講她就會說 我先上廁所 我先上廁所 就再也不回來 消失在廁所裡面 她就憑空消失了這樣子 對 然後她有一次是 我跟她在喝 憑空消失 她也是魔術師 火灰牛皮紙袋裡面 非常久 有一次是 我跟她 我們兩個在下午 喝下午酒 然後其實是一家 義大利餐廳 我們邊吃飯邊喝酒 然後那天她有一個很好的 女生朋友也要 就是她就說 她剛好在附近 我們一起來 那其實我們兩個 那天已經喝了兩瓶紅酒了 然後就覺得說 下午其實喝醬都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個女生朋友 她就說她要來嘛 所以就想說 那再點了一瓶 然後我們就喝了第三瓶之後 我們要喝 只是差不多囉 然後三個人喝 各一瓶可以了 她就說 不要 不要 我們再喝一瓶 難得我們三個人一起 然後你們兩個才第一天認識啊這樣 她說我們快點 我可以 我再喝一瓶 一瓶趕快去叫 然後我們就為了她 就開了一瓶 服務生才剛把那個酒送上來 她又憑空消失 就打開 然後她就說 我不會走 我不會走喔 她包包放在 她就是 放在那個椅子上 她就說 我去上廁所 我等一下就回來 妳看我包包都放在這 再也沒有回來 包包也消失了嗎 包包在嗎 包包在那裡 人都消失了 然後就是我跟那個 第一次見面的女生 是不是她會 你們認識她嗎 當然 她現在會講出她會 考摩托飛 這滿比較以前的魔術師 什麼啦 經典 你們幫我Key一下 她的照片好不好 她有飛營 什麼東西帶起她的故事 有 然後把這個女生變不見 對 她就這樣 又走了 然後再也不回來了 然後後來我們兩個就很尷尬 因為第一次認識 然後就默默的 就我們一邊聊 一邊尷尬的把那瓶酒喝完 然後就覺得 你為什麼每一次都要這樣 就是其實你到點就可以回家 那你為什麼要騙我們說 再一個小時或再一瓶 她爐的時候代表她已經醉了 她現在是會就是 說我要回家了 就是醉了 但是她以前是會 嗯 再一瓶 再一小時 對 那我們來聽一下 益心是什麼 辯駁的囉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哇這句話好老派 嗯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啊 我可以 一邊 很久 我可以 我可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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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